徐悲鸿为人宽厚 他对同行颇为敬重 说话难免客套 也因此闹出一些笑话 徐悲鸿曾在1947年 称赞齐白石为美术界的前辈泰斗 齐白石蛮好说 不敢当 不敢当 心里却挺乐奋 徐悲鸿在40岁那年评价张大千是500年来第一人 这个评价显然缺乏逻辑论证 张大千在多年后写文章回忆 500年来第一人 无奈太古 或则尽于血液 但是徐悲鸿对任伯年的评价堪称重肯 徐悲鸿对任伯年有着很丰富 很独特的感情 他评价我以为中国自由化以来 若博年者不能够20人 因比喻人物 山水 花鸟皆第一等 这种评价可不低 因为徐悲鸿认为 自己就是任伯年 有一种说法 徐悲鸿出生那天正是任伯年离世的日子 因此 徐悲鸿说 自己是任伯年的后身 基于这种独特的感情认知 徐悲鸿从青年时期就开始收藏任伯年的书画作品 在年轻时 徐悲鸿没有名气 也没有钱 闻从沈梦了解 他想要任伯年的话 只能拿自己的作品画 最初四五张能换任伯年一张 到一九四零年代 一张徐悲鸿的话 就能换任伯一张 在五十四岁那年 徐悲鸿凭一己之力 写成任伯年评传 他认为伯年为一代明星 而非学究 方之谷天才 近于太太而不尽度府 说来也奇怪 任伯年因吸食鸦片 引发肺炎而死 只活了五十六岁 而徐悲鸿也在五十八岁那年 因脑溢血去世 虽然两位大画家 并不生活在一个时代 却都创出了不起的艺术作品 为后人所敬仰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徐悲鸿大量收购 收藏任伯年的作品 作为一位历史上少见的多产画家 任伯年的作品 至今大量在国内外 各大博物馆及民间港 台人士手中 徐悲鸿的作品 如今基本都是天价 相比而言 任伯年的作品简直是白太假 均价不过三 五十万里 现在一幅徐悲鸿作品 可顶好多幅任伯年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